好啦 我今天真的想要來報一個 我生平最大的物點 你自己在這邊很喜歡報自己的料 其實我報了...因為我報了之後 我真的...我這個頻道 我就沒有什麼更大條件可以報了 真的沒有了 歡迎收聽 我沒有搞笑 我沒有...大家什麼都沒有聽到 好 再一次 歡迎收聽 夫妻純聊天 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會這樣嗎 怎麼了? 好啦 我是冠好 我是麗品 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次早上錄音 早上就是會生... 還沒有開上 對 有那種起床啞就對了 因為我們昨天...現在時間是... 我們要報時一下 現在時刻 早上星期六早上 星期六早上八點多 我們好像是第一次早上錄音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們想要在第十集播完之後 然後有什麼觀眾回應 然後我們就是針對留言來給予一些回饋這樣子 對對對 那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雖然說沒有就是如雪片般飛來啦 但是就是只要留言都留很長 然後也就是真的給我們很棒的回饋 對對對 就是針對我們就是上... 第十集的那兩個問題就是有兩位... 你再重複一次 聽眾朋友 什麼問題 對 有兩位聽眾朋友的那個... 回應這樣子 那我們上一集的問題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 你會留著前任留下來的東西嗎? 第二個是... 如果你的現任想要留著前任的東西 你是否允許呢? 然後就有兩位聽眾朋友有回應這樣子 對對對 那第一位是我的高中同學 但是他沒有跟我同班過啦 就是有... 認識就對了 都是隔壁班這樣子 對 然後... 那個芝芝 嗯哼 他就是說 嗯... 他說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不會特別的留欸 就是... 搬家就會一起丟掉 然後呢 他說 因為我還蠻容易丟東西的 然後我看到這一句的時候以為是 欸我找到同伴了 就是丟東西 噢不是掉東西 對 但是他的意思是說 他很容易會把東西丟掉 嗯哼 他說覺得過去了就過去了 除非那個東西很實用啊 或者是他... 他常用到 才會留下來 但是... 不是因為是前男友送的 而是剛... 因為剛好很好用 對啊 這東西還是要好好的 就是要愛惜嘛 欸這一點跟我很像欸 呵呵 這一點我也是... 因為我也是比較實用 然後我有時候我甚至會忘記 這東西是誰送的 哦... 對 這樣還不錯欸 我就一直用下去啊 反正就是... 對我來說他不是一個情感的投射 哦... 了解他就是一個東西而已 對... 東西就讓他回歸到他本身的意義 也是不錯 那第二個問題他的回答是... 他說不喜歡 但是不會阻止... 不喜歡什麼? 就是不喜歡現任留著前任的東西 嗯哼 但是不會阻止 嗯哼 因為... 但是對方要顧好 要藏好 要不然... 他看到他會... 對啊會不高興 這個是還蠻正常人的反應 當然啦... 當然誰... 如果看到就是... 現任的那個... 在... 穿著前任的什麼東西... 送的什麼東西... 對對對... 就是愛眼了... 沒錯... 沒錯... 不舒服... 我的那個聽眾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學... 欸... 也是高中同學... Alan... 他說... 我老公有一個交往十幾年論及婚嫁的前女友... 如果... 我不... 如果... 我不讓老公留著前任女友的東西的話... 那老公應該要丟掉很多東西了吧... 包含什麼衣服、褲子啊... 內衣、內褲可能都要全部丟光光了... 欸...我也要很多內衣、內褲... 你送我的... 對...沒有錯... 真的... 你如果跟我離婚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褲子、衣服可以穿了... 真的... 我超級... 超級... 不會自己去買的... 對啊...本來就是啊... 這些東西本來就應該要妥善處理... 可是如果說... 像你... 如你所說... 你覺得那根本沒什麼... 就是你不會有感情的投射... 那只是一個實用的東西的話... 那可能跟現任討論一下吧... 那如果現任真的是... 不能接受的話... 那不如還是全部丟掉... 比較好一點... 嗯... 對... 那... 我覺得... 就是... 內衣、內褲... 跟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我跟你的看法是不一樣的耶... 因為我覺得... 內衣、內褲... 如果現在還在穿的話... 我覺得... 這不就是... 我覺得那是他的那個... 感情... 就是好像你都不能... 不能夠... 你還... 很有那種... 就是... 眷戀... 但是我如果把它... 穿到這樣子... 泛黃... 然後呢... 你再拿去... 當抹布嗎... 沒有... 我說泛黃... 感覺就好像... 我糟蹋了他的感情... 就是... 不會... 但是因為你太愛惜的感覺吧... 捨不得丟棄... 那像是... 紀念價值的東西... 包括什麼... 照片... 或是什麼... 特別的禮物... 我也是有一點不行... 可是我就是... 因為我... 回應這個女生... 就是Alan... 我有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於... 丟照片這件事... 就會有一個罩門耶...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 有些恐怖片看多了... 就會覺得... 就是好像... 《絕命中節戰》這樣... 就是你處理到照片... 就好像就是... 那個... 可是我要告訴你... 你真的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你知道我們... 丟掉多少的婚禮小卡嗎... 我們的婚紗小卡... 那是做了200張... 然後... 當時就是... 對... 那婚紗公司送我們很多... 然後就是... 當時... 當然是絕對沒有發完... 然後後來回... 就是... 辦完婚禮之後回到家... 欸怎麼還有一盒... 我本來... 有想... 想要把它做成... 撲克拍的... 真的是... 我想要呼籲... 就是... 還沒有結婚... 準備辦婚禮的人... 就是那個婚禮小卡... 千萬不要... 做太多張... 真的... 可是它不都是... 一組就有一定能量... 才會... 就是... 怎麼說呢... 因為... 老實說我後來... 參加別人的婚禮... 我也不會拿那個耶... 因為我覺得... 拿了之後... 會有點不知該如何處置... 所以我就會在當場... 好好的欣賞... 我覺得當下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帶回家之後... 人家的照片... 上面有著人家的臉... 就覺得好像... 不太容易丟的感覺... 其實所以... 我們覺得... 斷捨離的觀念... 除了套用在物品上... 也可以套用在... 前人... 對不對... 因為就是你那時候... 享受過... 跟他的相處之後... 其實...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回憶還是很重要... 很珍貴... 可是其實那個當下... 你有體驗過... 其實... 你丟掉照片... 是啊... 真的... 好... 那我們的回應就到這邊結束...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想要來... 就是延續上一次的話題... 因為講到失戀嘛... 那失戀前就一定會吵架... 失戀前一定會吵架嗎? 不一定吧... 大家一定... 有可能打過架嗎? 打... 哈哈哈... 對... 就是有... 各位就是... 會不會有那種... 忍不住出手的那種... 訴諸武力的時候呢? 我覺得... 好啦... 我今天真的想要來... 報一個... 我... 就是... 有史以來... 生平最大的污點... 你自己... 在這邊很喜歡... 報自己的料... 其實我報了... 因為我報了之後... 我真的... 我這個頻道... 我就沒有什麼... 更大條件可以報了... 真的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 我人生最大的污點應該就是這個... 沒錯... 因為我個人是... 絕對不容許... 武力... 訴諸暴力這件事情的... 對... 我個人就是在那個... 是出生自... 家暴的家庭... 我覺得... 那只要打過一次... 嗯... 就真的不用再說... 因為一定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說... 假設我老公打了我... 我一定要離婚... 可是我沒有離... 到底是為什麼... 我跟你講...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到... 打...這樣... 你們...你們想像... 可能是這種... 揍一拳要整個... 不是... 其實也沒有這樣... 就是... 一個小孩在... 任性在大... 就是在... 小孩是誰你啊... 對... 在亂丟被子... 就是類似這樣子... 亂... 可是你... 那個在亂丟的... 就是弄到我了... 所以很不高興... 然後... 其實理由超級小的... 真的我跟你講... 就是有些婚姻的專家會說... 結婚連一點... 牙膏... 擠牙膏的小事... 都會吵... 就是擠牙膏... 哈哈哈... 對... 我們之前在那個什麼... 呃... 價值觀還是什麼... 家師那個有提到嘛... 對... 就是說... 大家會把那個牙膏... 就是那種生活的用品... 會用到一滴不勝才丟嘛... 我是絕對會這樣... 就是... 牙膏我會用到擠不出來之後... 我把它剪開... 剪開之後全部用完之後... 我會很開心的... 先吹氣... 先把它吹飽飽的... 然後就開始擠... 所以我有之前有看過... 生活智慧王... 就是說... 大家那個... 牙膏擠不出來... 可以先把它吹... 吹充飽氣之後... 集中到那個... 出口處... 然後再把它擠出來用... 然後再把它剪開... 剪開完之後... 再把它用完... 我才會開心的... 以後我們如果辦那種... 類似簽唱會... 或者是脫口秀... 我們就要請大家... 每個人都帶一個... 快要用完牙膏... 然後說... 把牙膏... 拿回空中甩... 欸... 無聊... 欸...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 那些... 就是沒有用完... 你就把它丟掉... 那日積越來... 真的是... 浪費了非常多... 可是你就不知道這一點... 的重要性啊... 對啊... 然後你就動不動給我開新的... 然後我想說... 欸... 你也不想想... 那櫃子裡面的新的... 是誰買的... 好啦好啦... 其實重點不是說牙膏這件事... 而是說... 從牙膏這件事... 看得出來我的金錢觀... 沒錯... 很糟糕... 非常的糟... 很不珍惜... 就是... 把東西用盡這件事情...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因此吵了起來嘛... 結果你就再一次的... 就是... 算是蠻激烈的口角當中... 就不小心打到了我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我就是不是真的... 真心要打... 而是... 就是不小心... 回到這樣子... 對... 不小心就是... 在耍韌性的時候... 那個動作有點大... 然後總之我就非常生氣... 我覺得我們這個婚姻不能繼續了... 對... 然後... 其實我... 立刻就很後悔了... 就立刻就道歉... 但是你就是... 就好像... 就是... 要避開我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就覺得... 完了這次真的很大條... 廢話... 然後呢... 但是... 反正就是冷戰了三天都沒有講話... 對... 那我要先插一個感人的故事... 哈哈... 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有養一隻狗嘛... 之前有養一隻狗叫Happy... 嗯... 那其實之前它都不太... 不太搭理我了... 哈哈... 因為它是你養... 它是你養了... 後來我們結婚然後就... 就一起生活這樣... 但是它那一次在冷戰的期間啊... 因為我們就分房睡嘛... 嗯哼... 你知道Happy它居然來陪我睡覺耶... 是喔... 它完全沒有曾經這樣子的... 然後我真的... 那一次就是對它... 它就是我的中狗... 那種... 它是可憐你而已吧... 認真... 對它真的很... 真的很有靈性... 就是... 當我在睡覺... 它就是自己跑到那個... 門口喔... 然後後來... 我就打開門... 然後就跳上床... 嗯哼... 但是它沒有就是很... 就是那種... 很肉麻的... 就是抱著我睡覺... 它就是只是在旁邊睡... 所以... 其實也有可能... 一種解讀可能... 就是它只是想要上床睡覺... 對啊... 你自己以為了耶... 可能那是我的狗好不好... 呵呵呵... 對啊... 後來我們怎麼和好等一下記得... 對...我... 你自己說好了啦... 反正就是... 我在... 就是... 你知道我那樣子的時候啊... 我真的覺得... 我無地自容... 所以我就會跑到廁所... 我那一次我就跑到廁所... 然後就是... 待了不知道幾個小時... 反正就是... 哈哈... 面壁思過這樣子... 嗯哼... 然後... 後來呢... 你就... 就是... 反正我就一直出來... 我就說你真的... 你真的不打算喝... 那你都... 然後我要先抱你了... 你... 你跟我吵架的時候... 你吵完之後... 讓我非常痛苦的一點... 應該是說我... 我生氣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表達吧... 對... 來... 我們先來演一段... 你不能笑場喔... 嗯... 就假如我們現在吵... 剛吵完架... 然後我說... 欸麗品... 麗品... 嘿... 我都不會講話... 對... 你要講一句... 就是... 麗品... 呃... 就是對不起了... 沒關係啊... 哈哈... 哈哈... 沒有... 沒有這麼小... 沒有這麼大聲... 是這樣子... 沒關係... 哈哈... 有聽得到嗎... 哈哈... 我們後製把它放大一點... 哈哈... 原來就是... 就是用那種... 非常滿不在乎的那種... 語氣講說... 沒關係啊... 反正... 我也沒有很在乎你啊... 的意思... 可是其實心裡會覺得... 有很多話想說... 其實... 其實... 對於我來說... 我是... 我能接受大吵... 把事情吵開來... 可是我覺得那種... 很冷淡的對待... 你很怕... 你很怕被... 被忽略對不對... 對... 我就覺得... 沒有人跟我講話... 哈哈... 你真的沒朋友... 真的... 對... 然後... 然後... 反正我那時候... 我跟你和好的... 就是... 就是... 超好笑... 因為你用的方法... 你用的方法非常的... 智障... 因為那時候... 我跟你懺悔的時候... 我就哭嘛... 我就說... 就是... 我真的覺得... 我到底...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時候是...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 我要演一段... 就是... 就是因為那時候是... 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選舉... 對對對... 就是... 好像市長的選舉... 然後那時候他支持的是... 我支持鄭文燦... 我支持鄭文燦... 然後我... 我為什麼那時候瞎了狗眼... 欸... 我不能談那個政治... 我忘記了... 反正你當時就是... 你當時支持另外一位候選人就對了... 對... 就是另外一位... 我不想要講誰... 怕會被比賽... 反正就是... 我就覺得... 他做得還不錯耶... 哈哈... 你還是想講... 總之你就是想要挽回我... 然後你就說了以下這句話... 然後就說... 我寧願為了挽回你... 然後我願意就是... 支持你的候選人... 我就是... 你想要投給鄭文燦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你就立刻覺得很好笑... 對對對... 怎麼那麼笨這樣子... 對... 就是我... 我寧願放棄我個人的理想... 然後... 還有尊嚴是嗎... 對... 也沒有尊嚴... 對... 反正到時候... 真的還算合好... 我跟你講... 還好我有... 有我這一票... 怎樣... 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架... 就是讓我們桃園... 哈哈... 至少有什麼機器... 有蓋好之類的嘛... 哎呀... 總之啊... 我覺得... 誰不會吵架呢... 可是我覺得... 吵架一定要吵得好... 吵得對... 對... 因為它是一種... 很棒的溝通方式... 對... 怎麼會知道呢... 對... 可是我還是覺得應該要... 有一些事情... 在吵架的時候... 必須要避免... 這樣子... 我在網路上面有看到... 有一篇文章講說... 夫妻吵架... 最好要避免... 一定要避免... 這四件事情... 哪四件... 第一個就是... 盡量不要在別人面前吵架...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就是你在別人面前吵... 他不給對方面子... 那... 就... 吵到雙方家庭都知道... 朋友都知道... 我覺得... 難看... 對啊... 真的... 關整門就好了... 對... 那第二個就是... 不要隨便把這句話說出口... 就是... 我要可以離婚... 這句話我覺得不行... 真的... 因為... 你講了之後... 搞不好就真的成真囉... 成真了... 真的... 那第三個就是... 不要去戳破對方的罩門... 像是什麼... 口不責言啊... 故意激怒對方... 然後你來救世充體... 一直吵冷飯... 那真的覺得說... 以前的事情... 你幹嘛一直拿出來講... 就是覺得... 這個架吵不完... 那第四個就是... 不要做對生命有威脅的事情... 真的是... 我要自殺... 我要什麼幹嘛... 或者就要殺你這樣... 對啊... 我覺得那真的是... 很不OK... 因為畢竟... 兩個人會因為愛而結合... 那希望... 真的要分開... 也是好好的分開... 也不要這樣子... 讓對方... 有什麼生命上的威脅這樣... 對... 那其實有... 我們... 除了剛剛... 我們講的那件事情以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 也讓我印象很深... 就是我們結婚前啊... 就是... 你剛剛不是說... 我要跟你離婚... 這個不能講嗎... 可是你有誠意... 就是因為... 一個... 也是好像是金錢觀還是什麼的... 不合... 然後你就... 很值得吵啊... 然後你就寫一張卡片給我... 有送我一個禮物... 然後寫一張卡片... 然後就上面寫說... 本來就是... 對... 然後其實... 我覺得這句話就對... 那當時的我來說... 就算是... 提分手... 對... 就類似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那時候... 真的很不懂事... 然後呢... 我跟各位奉勸... 請你... 如果另外一班他的工作... 有錄音室的話...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 你知道錄音室是一個... 很可怕的地方嗎... 就是你如果... 你剛剛說不能... 在別人面前場嘛... 可是錄音室這個地方... 就是你立刻把那個... 錄音室的門關起來... 你在裡面大... 多大聲... 都沒有人會知道... 你們在幹嘛喔... 然後呢... 所以呢... 那時候... 因為我... 我前一陣... 前一份工作也是有錄音室的... 所以我就直接... 看到這句話... 我就立刻衝到錄音室... 然後把門一關... 然後打電話就說... 你那什麼意思... 喔真的喔... 我都忘了這件事情了... 反正我就很不理性... 因為我可能就覺得說... 就被... 威脅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 很多事... 可以好好的說嘛... 對... 反正就是那時候... 我就是... 你在電話中跟我大吵嗎... 對... 喔我忘了耶... 對... 然後但是... 這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後來就是... 因為我們... 我之前已經訂了那個... 五月天的演唱會的票... 嗯哼... 就是我跟我同時要去... 嗯哼... 但是... 你本來就沒有要去... 但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去完... 我想說可以... 本來應該可以好好跟你分享我的心得... 嗯哼... 可是我在那個演唱會上... 我就看到那個... 就是... 全部... 全程都很開心... 但是... 心裡又有一個疙瘩在嘛... 嗯哼... 剛剛我看到他唱... 就是... 五月天唱的一首就是... 《時光機》... 這首歌... 對... 他的歌詞啊... 就是有一段就是... 好傷心... 想重來... 行不行... 再一次... 我就不會走向這個結局... 這樣的結局... 對... 然後... 好後悔好傷心... 誰把我放回去... 我願意付出所有... 換一個... 時光機... 嗯哼... 然後我聽到這裡我就... 淚崩大哭... 我就覺得就是... 無法挽回的感覺... 沒錯... 對... 可是後來... 後來也是很感謝你... 就是你在三天後吧... 也是差不多... 又是三天啦... 就是這... 我們的吵架真的撐不過三天... 因為我自己是母羊座... 我會... 還是會憋不住說... 你那時候什麼什麼... 就很想全部都爆出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你就打電話... 主張打電話給我說... 我... 我現在已經好了... 嗯哼... 有比較... 情緒平復一些了... 然後反正... 我當然就是立刻... 下跪道歉那種... 姿態嘛... 但是... 就是你那個時候理由是說... 因為你看了一些這種... 社會新聞啊什麼... 就是... 就是看到說有些... 不是社會新聞... 就是像... 車禍之類的... 啊我... 我等一下可以加入嗎... 等一下再加入喔... 好等一下... 你等一下再進來... 掰掰... 早上就是會有這種... 好... 那我等一下去協助你... 那請等一下喔... 下雨啦... 嗯哼... 好好...等一下哈... 好... 你先把門關起來... 掰掰... 好... 就是... 就是... 嗯...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就是... 吵架... 然後你說不氣了... 是因為就是... 你看到一些... 新聞上有就是... 人就是... 勝利識別嘛... 就是說... 如果... 我不馬上原諒你啊...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憾事... 就是說... 有一個人... 離開了這個世界的話... 那這件事情... 我們的感情就... 停留在... 吵架這件事情上面... 對啊... 真的很可怕耶... 所以... 如果大家在吵架的時候... 當然吵架你可以瘋狂的吵... 也不能那麼瘋狂... 反正就是要表達自己的... 的那個... 內心話... 可是... 吵完之後... 請你們... 靜下來想... 如果今天你... 立刻發生了什麼意外的話... 你不覺得這樣很遺憾嗎... 最後就停留在這麼... 這麼... 遺憾的這個... 這個時刻上... 對啊... 人... 好好的... 好好的... 經營感情呢... 對啊... 就是不要那麼衝動... 所以說... 冷戰... 要怎麼樣打破僵局呢... 不知道各位... 有什麼樣的想法... 欸... 其實我有聽過一個... 超屌的例子耶... 就是我... 我們公司... 有一個主持人... 他是一個... 應該現在已經五十幾歲... 可是他還是非常的美... 就是很有... 是美魔女就對了... 對... 很優雅... 然後... 很有自信... 嗯哼... 他講說... 他跟他老公吵架的... 吵架的當下... 那... 他就會離開現場... 就是那個女人會離開現場... 然後之後去畫一個... 非常非常漂亮的妝... 怎麼了... 還要演國劇啊... 哈哈哈... 然後... 回來就說... 好...我們來繼續吵啊... 然後那個... 老公就會愣住想說... 怎麼變那麼美... 對...他就說... 你這樣子我要怎麼跟你吵啊... 這樣就可以... 對... 他老公也太容易擺平了吧... 只要畫好妝就好了... 他是不是還穿性感內衣... 沒有啦... 哈哈哈... 他... 他的... 等一下... 他的理由是... 吵架的時候就像是... 互相在丟球... 嗯哼... 當你丟一個壞... 別人丟一個壞球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不要接... 哦... 然後你可以選擇... 你就漏球了之後... 你就離開現場... 就是等於說... 就是等於說... 跟教練說... 我們先暫停... 中場休息一下... 對... 然後之後我先上場... 我可以丟一個好球給你... 哦... 好有智慧喔... 對... 因為你... 他不一定立刻就解決... 可是至少會讓對方愣一下... 然後會... 會有一種... 對方也有情緒平復的一個時間... 對... 對方就會想說... 幹嘛... 就是... 好像就吵不起來... 那個火就不會再繼續加了... 你知道嗎... 好像是耶... 對... 因為這招很厲害... 所以我化妝有用嗎... 哈哈哈... 要看妳化什麼樣子... 對...我化妝技術不是那麼好... 怎麼辦... 如果妳跑去卸妝的話... 可能會越靠越... 哈哈哈... 卸妝之後... 搞不好會笑出來... 然後就很好咧... 不一定... 哈哈哈...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 就是女生... 吵完... 他就會去... 瘋狂的做家事... 就是... 把那個地板擦得... 超乾淨這樣子... 哈... 真的很不錯耶... 那我想跟他... 好好的吵一吵... 我們有一天去他家... 發現他家很乾淨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欸...你們吵架... 哈哈哈... 對啊... 對啊... 原來如此... 那不知道各位聽眾朋友... 都是怎麼樣打破冷戰的僵局呢... 希望大家可以回應我們這樣子... 嗯...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 很想要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我就拿... 拿來放在這個節目裡面... 問大家好了... 就是...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雖然我沒有聽過啦... 他說... 不管再怎麼吵架... 出門前都一定要接吻嗎... 就是一定要播一下... 親一下之後再接吻... 好像可以就是... 一些... 兵士一些... 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有點... 流於形式耶... 而且我也親不下去... 我看到你這樣... 這張臉我就... 有氣啊... 哈哈哈... 怎麼可能呢...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的... 我覺得... 這是誰說的... 就是... 有說這個是有什麼論點嗎... 這是法國人寫的嗎... 我不曉得耶... 然後他就是這樣說... 然後我就覺得... 這句話到底哪來的根據啊... 我看到人就有氣... 我怎麼可能親得下去... 對啊... 那就是不知道大家怎麼覺得... 還是說覺得... 他...就是在親的時候... 忽然就是... 猛力咬對方的善吹... 哈哈哈... 不要說就是... 他可能想說... 意思是說... 如果吵了架... 可是如果說... 藉由這個動作... 那至少兩個人彼此的距離... 可以先靠近一點點... 然後之後才有機會... 再好好的解釋彼此... 這樣嗎... 我是不知道... 就是... 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算再怎麼有氣... 我們可以做一點... 兩個人才有的一些小動作... 那也許就是... 可能那個吵架的那個情緒... 就會... 就會平復一點...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這樣子... 嗯... 對啊... 好... 像... 你剛剛說的那四件事嘛... 嗯... 就是... 不要在別人吵架... 不要在別人面前吵架... 我們好像... 還好... 欸...沒有... 然後第二件就是... 不要說... 隨便說出口要離婚... 對...沒錯... 我們好像結婚之後比較不會... 我們好像結婚之後比較不會... 對... 然後第三件是... 不要戳破對方的罩門... 對...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好像也沒有戳破你過... 就說我胖之類的嗎... 我沒有這樣說吧... 哈哈... 哈哈... 然後第... 好溫柔喔... 然後第四件就是... 嗯... 不可以做對生命有威脅的事... 然後包括... 不要威脅... 要自殺... 對... 可是我曾經有說過類似的耶... 對...你說什麼... 我就說... 因為... 因為我... 好像是最近一次吵架... 嗯哼... 對...最近一次... 然後理由之後再說... 然後... 他也是不理我嘛... 然後我就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是... 嗯... 並不是... 我覺得不是我不對... 嗯哼... 就只是我的貼心被當作... 践踏... 嗯哼... 但是... 不能這麼... 也不能怪你... 反正就是... 事情就是發生了這樣子... 對對對... 好... 大家好像會越來越好奇是什麼... 之後再說... 之後再聊... 對... 然後... 那時候我真的就脫口而出... 就是說... 你要我死嗎... 哈哈哈... 欸... 你怎麼有下感情在講這句話... 我是演員好嗎... 嗯... 真的... 你真的是...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 我講這句話到底是真心還是... 有點在威脅... 在情緒... 對啊... 你這樣講就是... 會讓人覺得很想要接下去... 好...你去死啊... 哈哈哈... 欸我想到一件事... 欸我會一直講不完... 就是...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 他就是以前在小時候... 就是... 看了那個... 那個連續劇... 就是... 龍捲風嗎... 不是... 就是那種... 八點檔... 或者是... 那個花系列... 就是會... 就是那個小孩就... 對那個媽媽說...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好了... 然後媽媽就會... 就會覺得... 很心疼啊... 就會抱住她的痛苦... 才不會好不好... 聽到這句話已經會揍下去的... 對... 然後結果她就真的就是... 有樣... 就是她... 被她媽媽罵的時候... 她就... 說... 你打死我啊... 打死我好了... 然後媽媽就... 然後... 然後說... 戲劇的東西不要學... 沒錯... 你以為你可以... 就是剝取對方的同情... 千萬不要這麼覺得... 嗯哼... 對... 反正我那時候講出來... 其實... 可能也是... 不知道受過哪個戲劇的影響... 就是會覺得... 好像這... 把自己顯得很悲劇... 會... 會得到別的... 的那種... 原諒... 但是其實... 也不會... 沒錯... 大家吵架好好說... 就好了... 你在意什麼... 你生氣什麼... 好好的表達出來... 對... 然後讓對方知道... 那搞不好... 就是... 其實場面也有可能會... 我覺得最可怕就是冷漠... 就是你自己心裡面... 有什麼心事都不好的講出來... 然後... 自以為對方可以... 就是... 有什麼... 對啊... 什麼那種通天本領... 可以... 懂得你的心... 我覺得很難啦... 你不講誰知道呢... 你不要忘了... 就是... 很多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冷漠啊... 然後就... 對... 然後就走向了終點... 我覺得太可惜了... 如果真的... 講不出來就是用寫的... 對... 用寫的... 對... 寫的可以釐清自己的... 對... 你可以寫email啊... 或是傳簡訊啊... 或是用line啊... 都可以... 對啊... 寫完之後... 其實你也... 再看一次... 你就... 每次這樣看... 你就會越來越貧富了... 對...沒有錯... 就好像一直在... 對自己說話... 其實在... 好像表面上... 寫給別人... 你其實... 對自己說話... 對... 你也可以... 爬梳自己的一些心情... 對... 然後... 就是讓這一切... 可能更明朗一些... 嗯哼哼... 好啦... 那我們就聊到這邊... 那就是... 目前... 我們夫妻純聊天... 可以收聽的管道... 只有以下這幾個... SoundOn... 還有Apple Podcast... 還有... 這個... Spotify... 還有KKBOX... 這四個... 目前都可以... 搜尋... 夫妻純聊天... 對...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才不會露接... 每一集精彩的內容... 嗯... 然後每週一... 台灣時間...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上九點半... 就... 大家... 盡情... 準時收聽... 對...沒有錯... 那夫妻純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欸...我們剛剛忘記... 把小孩叫回來啦... 對啊... 欸... 許燕... 嗨... 嗨... 你要跟... 聽眾分享什麼事嗎... 對啊... 你要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你是誰... 呵呵... 欸... 怎麼都不說話了... 你看... 這種人很難搞喔... 對啊... 欸... 傅全你有跟同學吵過架嗎... 呵呵呵... 喔... 他... 大家看不到這個字... 對啊... 好...那... 你跟同學吵過架嗎... 吵過嗎... 欸... 好難... 好難cue喔... 對啊... 沒有辦法聊天耶... 許燕我們可以好好聊天嗎... 金子純聊天... 好啦...那我們就放棄這一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OK... 拜拜... 買下飯喔... 好... 買下飯,購買誰知道嗎... 好... 比如說... 你的身... 你快未必自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